加入成為星電視 YouTube 會員 支持良心傳媒觀看獨家視頻 成為星電視 YouTube 會員 就可以享有有線觀看精彩的視頻 總編輯時間親切回應 VIP 互動機會 快點加入星電視 YouTube 會員 第二節 講講歐盟 前幾天德國總理索爾茨發表文章說 在決定歐盟的外交和安全政策的時候 成員國不應該再保留一票否決決 有些人一聽 立即就產生疑問 喂 那不是民主倒退嗎 的確 歐盟一直實行的一票否決制 是民主的典法 一項政策 所有成員都要贊成了才實施 既體現了強者的意志 又照顧弱者的利益 簡直是完美的 但是這種機制仍然是有缺點的 就是有些時候 尤其是涉及成員實際利益的時候 很難做得到 比如前一陣子歐盟制裁俄羅斯的能源 匈牙利幾大都反對 因為他對俄羅斯能源的依賴程度很高 沒有俄羅斯的石油和天然氣 國民就要面臨危機受動的困境 一夫當關 萬夫莫開 歐盟沒有辦法 只要將政策修改到匈牙利能夠接受為止 於是就出了很多延期和豁免條款 搞到複雜無比 效能低下 所以索爾茨提出這個主張是有道理的 我們這些凡人信佛 茫茫說教就容易 很多人都做得到 但是葛玉慧英就極難 就沒有多少人肯制了 國家之間的結盟也一樣 如果現在歐盟想發一個聲明 譴責俄羅斯入侵烏克拿 我想一下幾分鐘就可以通過 茫茫說教而已 沒問題 但是說實打實要大家一齊來 不買俄羅斯的石油天然氣 那些國家就要認真想一下 我的國民能否頂得信 如果再進一步 要我拿錢出來幫烏克人打仗 那就更加制不過 我們都聽過一個很有名的故事 老鼠開會或者貓行路沒有聲 對我們造成很大威脅 有必要在他的頸上掛一個鈴鐺 那麼離遠我們就知道他接下來 立即捐回入洞 大家同聲贊成 但是討論到找誰去掛這個鈴鐺 每次表決都是一票否決 除此掛鈴鐺的計劃就只能夠無疾而終 這個故事就是今天歐盟的真實寫照 也就是說一項政策就算多美好 如果沒有實際操作性都是等於零 但是政策得到一致同意又有操作性 就一定能夠得到預期的效果嗎 我看未必 歐盟外長會議一致通過了第七輪制裁俄羅斯的方案 其中有一項是禁止從俄羅斯進口黃金 這個建議在早一陣子就提出了 現在算是正式通過 目的就是想令到俄羅斯有金都賣不出 從而造成經濟困難 俄羅斯每年的黃金產量約莫佔了世界一成 賣金的確是他們政府的主要經濟收入來源之一 一年大概可以賺百多億美元 歐盟不買俄羅斯的黃金做不做得到 完全做得到 黃金不和石油天然氣不是民生必須品 不買就不買不會餓死人凍死人的 但是歐盟不買俄羅斯的金 是不是就好像列寧所說 只能夠拿來做廁所呢 你跟它定 我在前幾期講過 大家不要忘記有個中國這樣的巨大市場在它的旁邊 一旦俄羅斯黃金真的沒有訂賣 都不用中國政府出手 中國那幫大媽分分鐘就和它搞定這百多噸黃金 兩年多疫情 中國那幫大媽沒有全世界去掃金 早已飢渴難耐 如果現在在黑龍江和新疆一東一西找兩個口岸 設兩個閉環管理的銷售點 專賣俄羅斯的黃金 不用出境不用隔離 方便些大媽旅遊兼掃金 我想一頭半個月就可以清掉俄羅斯中央金庫的倉 你別以為中國大媽買金只是為了打龍鳳鴨嫁 哪有這麼多女家 他們理財都不知厲害過多少經濟專家 他們買來是投資的 等到金價升了 有得賺他們就會出手 最終又不是留回去倫敦黃金市場 只不過流通的渠道繞遠了少少 如此一來 歐盟對俄羅斯黃金制裁 到頭來就是得個吉 中國政府最近減持美債 只是5月份就減少了230億美元 12年來第一次持倉跌到1萬億美元以下 說不定減持的這230億美債 套現之後得到的美元現金 就是準備換給那幫中國大媽作為掃金彈藥的 如果這樣都比我無厘頭估中 就真是好看過大戲了 好 今天就講到這裡 下星期同樣時間再講 多謝大家